除了英国疫情严峻 香港22号也新增了61起确诊个案 其中有55起都是本土病例 多达13人集中在油麻地 5人则是在佐敦 剩下26人找不到传染源头 香港政府23号凌晨也紧急宣布 要在佐敦还有油麻地设置受限区 要求过去14天内 有在封锁区逗留超过两个小时的人 都要被强制检测 因此消息曝光 让许多民众是漏夜拖着行李 把握最后的时间离开 封锁区域还出现居民大逃亡的景象 一大早香港油麻地心田地街市集 相当热闹 人来人往忙着采买 手上拿着大包小包 放眼望去没有一个人漏了口罩 但口罩之下的紧张神色依旧盖不了 因为香港22号又新增55起本土个案 那61中个案是有6中输入性个案 那另外有55中是本地的个案 本地的个案里面就有26中是暂时找不到源头的个案 那其中有13中都住在油尖旺区的 那另外里面有5中是住在那个指定那个左敦地区 26中确诊个案找不到源头 香港特区政府紧急封锁油麻地于左敦设置受限区域 进出口全部拉起警察防线 有的地方还加装流动闸门 就连记者都被限制在指定采访区域 香港特区政府在刊线内容中民事过去14天 只要有在封锁区域停留超过两小时的人 都要强制检测 只有阴性证明才能离开 许多居民把握最后时机突围 也因此两个主要封锁区 22号晚间出现许多人拉着行李 仓皇离开的景象 面对疫情香港民众严正以待 记者综合报道 英国的新冠疫情仍然严峻 22号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就有40261人 新增死亡1401人 除了原本的新冠病毒 英国境内还一共有三种变种病毒 包括肯特郡变种病毒 南非变种病毒 还有巴西变种病毒 英国当局更警告 肯特郡病毒的 不但传播力更强 致死率也可能更高 南非和巴西的变种病毒 传染力到底多强 目前仍无法完全的掌握 就连现有的疫苗 对两种变种病毒的效力 恐怕也打了折口 去年11月中旬开始 在英国境内快速传播的 英国变种病毒 源头仍不明 现在又有坏消息 首席科学官表示 如果60岁以上 有1000人感染非变种病毒 大约有10人会病故 死亡率是千分之十 但变种病毒的致死率更高 索性目前的证据显示 英国正在使用的 辉瑞和牛津疫苗 对非变种病毒 以及变种病毒都有效 但英国境内 还有南非跟巴西 两种变种病毒 针对这两种变种病毒 疫苗的效力可能会打折扣 首相强森也向国人报告 疫苗接种的最新进度 当局警告英国变种病毒 传染力强 不分族群 所有年龄层都可能感染 疫苗接种只能快不能慢 刘永伟编译 再过不久就要过农历新年了 年轻人最怕回家过年 长辈问东问西 什么时候要结婚 什么时候要生小孩 因此南投竹山有文创业者 就嗅到这股商机 制作了这一件 恭喜发财 价目表上衣 上头的价码也飙好了 要问感情的话 就是一千两百元 问生子三千六等等 产品一堆出 询问度大增 订单也瞬间翻倍涨 仔细看看红色上衣 上头印着恭喜发财 问感情一千两百元 年终两千元 生子三千六百元 而且要现结 各式各样的问题 通通有价码 只怕你不敢问 就是让一些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人 可以轻松赚到红包 我觉得还蛮不错 蛮有创意的 直接不用问了 你看这上面就知道了 过年期间不少年轻人 返乡最怕长辈问东问西 从事业到结婚生子 包罗万象 南投竹山就有文创业者 秀到商机 制作价目表 红衣精致 像极了红包包装 如果没办法预设问题 免赶免赶 还有问一题五百元的款式 轻松让钞票入口袋 我们把每一道题目的 都设成一个价目表 那让部分年龄 部分私分地位的人 都可以拿到一点红包钱 很喜欢提问问题的长辈 然后看到题目就知道 要会心理笑 所以不要有过多的询问 业者表示 价目表可以随客人喜好 特别克制 推出后询问度大增 订单也比平时高 生意强强棍 业者发挥巧思设计创意产品 意外得到广大回响 成功吸引民众目光 记者曾如辰南投报导 台中市第五市场 有一间百元年菜老店 就算近年来食材原料大涨 但是今年它们价格持续动涨 就连像是猪肉 芋头 还有一些蛋类青菜类都已经上涨了 但是它们的年菜仍维持百元价格 再加上受到疫情影响 不少民众都决定要外带年菜回家 开妹的第一天吸引了不少掏客来抢定 业者也强调它们的传统市场 是半开放式的空间 除了一定要戴好口罩 其实食材都会妥善的包好 坚守相关的防疫政策 台中市第五市场内 知名的百元年菜老店开卖 有民众一早就拖着大型行李箱 南下来尝鲜 即便食材原料上涨 像是猪肉涨一成 芋头一点五成 鸟蛋最多涨了三成 连夜菜类都涨价 但店家每道菜还是维持 七年前的百元价格 吸引韬客们抢购 除此之外受到疫情影响 不少民众除夕夜 都决定外带餐点回家吃 业者也相当有感 而受到国内疫情升温 业者除了要求 所有店员都必须佩戴口罩 年菜包装也会通通加盖 防疫再升级 即便传统市场属于半开放空间 管委会也在出入口张天告示 请民众佩戴口罩 尽量避免人潮聚集 让大家都能买得安心 过好年 今天是王鲜明台中报道 布陶医院爆发的群聚感染事件 让本土案例激增 去年12月才上市的防疫保单 还瞬间爆红 台产推出的保单 跟网友称作是防疫神单 因为保费只要500元 一旦隔离就可以理赔 结果造成保险公司外大排长龙 业者必须在周末假日 加班来处理文件 台产原本表示不会停售 只会研议修改保单内容 没想到20号晚间急转弯 考量到公司风险为纳程度 还有被保险人的权益 宣布下个星期要停售这份保单 周末假日的时间 可是可以看到 台湾产物保险的总公司 还是有不少同仁加班处理文件 防疫保单超热慢 业者忙到需要加班处理 还有民众亲自跑一趟 台产的防疫保单被网友称为防疫神单 因为只要付保费500元 收到隔离通知书 就可以理赔10万元 结果造成民众疯强 原本宣称不会停售的台产 保单申请紧急喊咖 台产发出新闻稿 综合评估公司风险为纳的程度 以及被保险人权益 决议1月25号下午5点开始 停止受理防疫保单的新申请 我觉得赔率不高 我觉得保险公司 他催出这个保单 应该算是佛新的啦 那至于说为什么算是 会是停卖 可能就是行政人员 处理不了这么庞大的这种业务量 国内疫情升温 本土确诊个案增加 掀起产险公司 防疫保单的购买潮 但经管会也示警 保险理赔还是有除外条款 投保时要避免犯罪或是故意行为 更不可利用保单获利 同时也要求业者要做好风险控管 记者 叶昕林家台北桑道 已故韩社创办人蔡成阳长子 蔡伯甫惊喘奏事 享年48岁 蔡伯22号是在 喜来登饭店出席聚会时 突然身体不舒服 救护车到场后 她已经失去了呼吸心跳 送医抢救人宣告不治 韩社集团证实的这项消息 蔡伯甫在2015年 其实就闪辞了韩社参旅董作 传出健康亮红灯 后来她退居韩社二线 再上新闻版面 是妻子婚外情 还有她恐吓大舅子的负面新闻 如今奏事已让外界相当震惊 轻轻一吻闪下众人 当年韩社参旅前董作 蔡伯甫爱上自家员工 宛如电影情定大饭店翻版 宣腾一时 但后来又爆出妻子出轨 最后离婚收场 蔡伯甫的人生 就宛如戏剧般情节 就连人生最后一刻 也是走得突然 22号在喜莱登饭店 参加聚会的她 突然身体不适 救护者赶到时 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送医抢救后 宣告不治 享年48岁 本来大家也都认为说 她是韩社主人 就是这个准接班人 她在2015年突然辞去这个位置 就是传出是身体因素 有传言指出 蔡伯甫有哮喘病史 但从未被证实 身为韩社创办人 蔡成阳长子的蔡伯甫 当年学成归国后 在2001年出任喜莱登执行长 2009年更成为韩社参旅集团 董作是韩社第一接班人 但在2015年却突然 以个人因素为有请辞 当时就传出她健康亮红灯 之后退居韩社二线的蔡伯甫 再上新闻版面 就是妻子外遇 恐吓大舅子遭到判刑 和跳票等负面新闻 如今更骤势震惊外界 兄弟互相辅佐 打造出来的 这个韩社集团的 就是弟弟蔡伯甫 我相信他是 他是最不能接受的 蔡伯甫逝事 虽然对韩社参旅运作影响小 但和爸爸蔡成阳 短短五年内相继过世 令人无声唏嘘 解释讯 叶林凡新北市报道